你好,欢迎来到高爽天文学前言报告,我是高爽 这一讲,我们来谈谈地球上的水是从哪来的 天文学界对这个问题现在最前言的解释又是什么 相比于其他星球,地球上的水非常多 地球71%的表面覆盖着海水 但是,有一个问题却一直困扰着无数科学家 那就是,地球上的这些水到底是从哪来的 为了弄明白这件事,各路人马使出了浑身血术 地质学家在地球上钻探 这个通俗的说就是把地球内部的样本取出来看一看 试图从地球本身找到水的来源 天文学家则放眼太空寻找答案 飞向太空的探测器发射了一批又一批 有的飞到了彗星上采样,有的据小行星上挖掘 一番忙碌下来,科学家们终于有了一些眉目 提出了几种假说解释水从哪里来 有的假说认为水来自地球本身 有的假说认为水来自太空 但是,这些假说都有缺陷 所以长久以来,科学界对这个问题并没有一致的结论 直到2021年11月 英国天文学家卢克达里领导的团队 在《自然天文杂志》发表了一篇论文 给这个问题提供了一个颠覆性的答案 那就是地球上的水很大一部分是来自太阳的辐射 这个解释听上去不可思议 但却获得了科学家们的高度认同 而且还为人类的太空探索描绘出了更广阔的前景 那卢克达里领导的团队是怎么得出这个颠覆性结论的呢 为什么这个答案能把一个跨学科的超级问题一锤定音呢 想弄清楚整个新发现的过程 我们要先来看一下 过去的科学家是怎么解释水从哪里来这个问题的 过去的科学家对水的来源有好几种解释呢 大体上可以分成两大类 一类认为水就是地球本身形成的 另一类认为太空中的天体撞到了地球 带来了大量的水 那哪种解释更站得住脚呢 我们先看第一类解释 也就是水来源于地球本身 要让地球自身产生水可不容易 因为地球刚形成的时候 太阳非常活跃 当时的地球比现在热得多 那个时候连稳定的空气都不存在 到处都是火山喷发出来的熔岩 很像宗教油画里地狱的景象 水呢 只能从地球深处的岩石结晶中涌现出来 再通过特别复杂的过程来到地球表面 这个过程究竟是怎么样的 科学家们至今也搞不清楚 但是啊 就算地球深处的水 费尽千辛万苦来到了地球的表面 也会在高温环境中迅速蒸发掉 而且由于当时的地球没有大气层 这些水蒸气也不会变成雨 重新回到地面 所以啊 这类解释是站不住讲的 再看第二类解释 水从撞击地球的天体中来 一开始啊 天文学家觉得 彗星本身呢 就是一个大雪球 融化之后都是水 彗星撞地球 就等于给地球送水 但是后来发现不对 因为彗星的水里啊 刀的含量太高 刀是氢的同位素 它们都能和氧组成水 区别在于 氢和氧组成的水啊 是普通的水 而刀和氧组成的呢 则是重水 重水 看上去和普通的水差不多 但是对人体有害 也不能让种子发芽 也就是说呀 彗星上的重水含量 远远高于海洋里的水 这说明 地球上的水 不是来自彗星 否则 它们的化学成分的比例 应该是一致的 既然水不来自彗星 那有没有可能 来自小行星或者陨石呢 科学家发现 这些小天体的水啊 和地球水的化学成分 倒是一致的 这种可能性 似乎非常高 但问题是 小行星和陨石 本质上只是一块大石头 含水量非常有限 光靠它们往地球上撞 根本不可能让地球 在四十多亿年前 就获得大量的水 你看 地球自己产生水的说法 站不住脚 彗星带来的水 含量够多 但成分不对 小行星带来的水 成分没有问题了 但含量又不够了 科学家们 动用了天文学 地质学 古生物学和化学 等众多学科的知识 结果呢 忙活了一通 还是不能解释 水从哪里来 真可以说是 一滴水 难倒了各路英雄 那这个超级难题 就真的无解了吗 如果单独一种理论 解释不通 几种理论 拼测到一起 能不能解释呢 基于这个思路 天文学家 首先分析了 不同的假说 感觉地球 自己形成水的 相关证据最薄弱 但且不低 彗星带来的水量充足 但是成分不对 那有没有可能 在彗星中也有特例呢 虽然已知的彗星 都是重水含量超标 但如果 就是有一些彗星上 全部都是普通水 也说不定呀 毕竟啊 过去欧洲人 在发现澳大利亚的 黑天鹅之前 还以为 全世界的天鹅 都是白的呢 科学家找来找去 还真找到一颗 名叫哈特雷二号的彗星 通过光谱观测 天文学家发现 这颗彗星上面的 水的同位素比例 和海水比较接近 但是啊 他们还没来得及高兴呢 就发现 这颗彗星上 氮元素的比例 又和海水不同了 这说明 这颗彗星上的水 也和海水的成分不一样 搞了半天空缓洗衣场 不过 海洋里的水 确实有一部分 是来自彗星 因为海水中 也含有少量的重水 根据重水 在海水中的比例 科学家计算呀 地球上 有将近10%的水 可能来自彗星 那还有90%的水 来自哪里呢 我在前面已经说过了 来自小行星 和陨石的可能性不大 但事到如今 也只能死马当活马医了 日本在2003年 发射的损鸟号探测器 就是抱着死马当活马医的心态出发的 经过两年的太空飞行 损鸟号于2005年 着陆在四川小行星的表面 四川小行星 位于地球和火星之间 它围绕太阳转一圈 要一年半 主要构成 是硅酸岩组成的岩石 它的形状像一根茄子 长500多米 宽300多米 这样的小行星 非常普遍 太阳系里还有很多 损鸟号降落之后 自动采集了 小行星表面的岩石和土壤样本 封装后返回地球 2010年6月 损鸟号进入地球大气层烧毁 密封保存的样本 着陆到地面 被科学家回收了 这是人类第一次 成功获得了小行星样本 经过分析发现 损鸟号送回来的样本 包含了1500个 微小的样本颗粒 然而 谁也没有想到 就是这些微小的样本颗粒 在十多年后 竟然给天文学界 带来了全新的重大发现 刷新了我们对地球上 水的来源的认知 这是怎么回事呢 从2010年开始 世界各地的天文学家 就着手 对损鸟号送回来的样本 进行了各种分析 陆续发现了很多新的成果 包括小行星的化学成分 地质学的年代 撞击的历史等等 但是 到了2017年 天文学家 在这批样本颗粒中 偶然发现了三颗 非常珍贵的结晶物 每一个都特别小 大约只有一根头发丝那么宽 利用最尖端的电子显微镜 可以分辨单个的原子和分子 经过分析发现 这三颗珍贵的结晶物 富含水分 这项发现完全出乎意料 因为 损鸟号采集的样本 全都位于小行星的表面 那里为什么会有水呢 科学家想到了一种可能性 那就是 这些水啊 是太阳的辐射带来的 过去 这种可能性 只在理论上成立 但是现在不一样了 有了这三颗 富含水的结晶物 理论就有了事实的支持 那它 距离成为一个科学的结论 就只差时间的检验了 我来给你介绍一下 这个理论到底说了什么 原来太阳的辐射中 含有大量的氢原子 这些氢原子 来到小行星的表面 撞上岩石中的氧原子 就会结合成水 当然 这里的水呢 并不是普通的液态水 而是包含在结晶物中的结晶水 这些水啊 会困在小行星的矿物之中 损鸟号带回来的样品 就幸运地包含了 三颗由太阳辐射产生 并被岩石包裹的水颗粒 科学家发现 用这个理论 来解释地球上水的主要来源 一切就都说得通了 那这个过程是怎么发生的呢 在40多亿年前的太阳系里 反复有小行星和陨石撞击地球 而这些小行星和陨石的表面 常年受到太阳的辐射 太阳辐射被科学家形象的 称为太阳风 小行星表面遭受太阳风吹拂 发生变化 这个过程啊 叫太空风化 随着时间推移 太空风化效应 让岩石材料 释放出足够的氧原子 它们与太阳辐射 带来的氢原子结合 就产生了大量的结晶水 这些水 最后被小行星和陨石 带到了地球上 成为了海洋的一部分 之前的科学家一直认为 小行星上的水 和地球水的化学成分 虽然完全一致 但是数量不够啊 可是 卢克·达里团队的研究确证 一小块岩石 经过太空风化的过程 可以产生充足的水 如果按照比例放大 一立方米的岩石 就可以产生20升水 相当于啊 一个拉杆箱大小的岩石 能够制造十瓶矿泉水 那么 在太阳系形成的早期 这样的岩石有多少呢 那可太多了 平均每一颗小行星的尺寸 都有地球上 一座城市那么大 地球早期 可能遭受过上百万次 这种小行星的撞击 这还不算数量 更巨大的尘埃颗粒 做到地球上 也就是说呀 在地球刚诞生的时候 是太空里 频繁落下来的陨石雨 给地球带来了充足的水 当然 科学家并不排除 地球本身产生水 和彗星带来水的能力 在太阳系的海洋中 有很大一部分海水 是来自小行星和陨石的 这项发现 极大的启发了天文学家 对宇宙演化的理解 在太阳系的早期 原先被认为 极度干燥的陨石表面 其实是湿漉漉的 原先被科学家认为 微不足道的太阳辐射 竟然可以通过日积月累 产生这么大规模的 太空风化效应 这不得不叫人感叹 另外 我们还可以根据 太空风化的原理 开一开脑洞 比如说 过去你会认为 一颗星球上 有没有水全凭运气 但现在不一样了 即便一颗星球上 现在没有水 将来也可能在 太阳辐射下产生水 有了水 就有可能孕育生命 地球演化的历史 很可能在其他星球重现 再比方说 可以把太空风化的原理 应用在月球上 甚至是其他行星上 这意味着 未来有一天 人类登上月亮 或者小行星的时候 可能不需要 携带太多的水了 而是可以因地制宜 凭阳光和岩石 让星球自己产生水 如果能在技术上 做到加快太空风化的速度 就有可能产生出 足够宇航员引用的水 这就为人类的太空旅行 提供了一个 更加广阔的前景 这就是今天的主要内容 我为你总结一下 第一 地球上的水从哪里来 这一直是关系到 众多基础学科的超级问题 天文学家 对此提出了两类假说 一类是水来自地球本身 另一类呢 是水来自太空中的天体 但这些解释啊 都有缺陷 第二 随鸟号探测器 取回了一颗小行星的样本 几年之后 科学家在这些样本中 偶然发现了 被结晶物包裹着的水 第三 地球上的水 主要是由太阳辐射产生的 太阳的辐射呀 先是在小行星和陨石的表面 形成了大量的水 这些水呢 被小行星和陨石 带到了地球上 就成为了海洋的一部分